大家好 找了一隻波爾 這隻沒什麼印象 原來放在公司都放了很久 定價就是25800元 原來這隻看看底蓋才發現它是限量版 原來限量600隻 但意義不大 因為波爾一年都推出很多隻限量版 波爾的限量版我覺得就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反而它的功能比較重要 這隻就是大日曆 但下面你看到一個小標盤 就是有兩支針 可以獨立和Local Time拆開 所以可以說是Due Time 亦都可以說是GMT 亦都不會是錯的 Due Time就對 你說的GMT都對 沒有問題 因為Due Time都可以理論上包含GMT 因為GMT就 就是Due Time已經有GMT的功能 這是我的理解 這個就是 打的交配很簡單 這樣 走的話就兩個盤一起走 其實就是一個標 來的 如果你 都是很簡單 那 你退後就是 那個細標盤 那個細標盤就不動 那個時針 由這個方法去調整個時距 那個時距 機心是292 但是理論上 應該是 前面的模組是 Debroy Depress 製造的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 所以應該是292 再加DD的模組 所以盤都算OK的 我看到 是有兩層 夾的盤 如果這樣 那個層次感 就很強了 還有 它裡面 有些很小的 直 不是沙 來的 是很幼 很小的 刮槽來的 但是很濕透 某些情況 如果是 不是很反光 去你那裡 直接看不到 那麼 層次感是高的 那外面那層夾 就是 都包了很多東西 很多分針的marker 然後有一個 有類似 露軌 在裡面 帶了一隻暗花式 暗花式的露軌 那麼 基本的 那個帶子 都是 這隻帶子 這個什麼系列 大哥 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要說了 純粹是 欣賞一下 波爾 這樣 那就分享這隻 波爾 標